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我们来看一下嘴大比较松弛 这个嘴大的特点就是口角臂不拢 嘴角总是微微的张开 这种人的性格特点就是 身体方面有些脾胃不和 这个做事方面就是有一些周密性比较差一些 就是说它有点马虎 手上如果是有点余钱的话 它会花掉 守不住钱财 而且容易上当受骗 它改善的方法就是建议 平常提醒自己嘴巴要收起来 或者是做一些嘴部的运动 使嘴巴的肌肉能够有一些紧致的感觉 讲一个相反的特点就是嘴大但是有收 像这个李连杰就是这种嘴型 笑起来嘴巴张得非常大 非常的大气 那么避拢的时候 不笑的时候 它嘴巴是避得很紧 这是这个嘴大而有收 它说这种性格就是生性 仁慈敦厚 度量很大 做起事来十分有前瞻性 有胆有识 有担当 不会这个畏首畏尾 有很很强的这种大将之风 这是一个 那么还有就是嘴角 微微的往上翘 这个形态就是嘴角 嘴角边上 略微往上翘 在项学当中叫弯弓仰月口 这种人的性格乐观进取 有人缘 能够得到朋友的信赖和养重 凡事呢 也不会太在乎 改善的方法呢 如果是再搭配面部的一些表情啊 提亮这个口周边的这个肤色会更好一些 就是一个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嘴角下垂 这是相反的啊 嘴角低肩下垂在项学当中叫腹船口 腹是颠覆的腹 腹船口 就是把船把船哪个颠覆了啊 一听这个名字呢 肯定是不好的 个性方面比较偏执 家业难守 口无遮拦 容易心存不满 有些悲观啊 不会轻易妥协 但是呢 这个性格比较耿直 刻苦耐劳 勇于突破困境 这是一个腹船口 那么还有就是眉形啊 就是没有形态的啊 这个唇线不清晰 嘴唇也不明显 这种人常常为别人付出太多 忽略自己的需要 比较理性 非常有责任感 反而会把事情啊 往自己身上拦 把自己搞得很累 这个钱财也很难积累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 比较少见到的啊 这个嘴唇呢 上下嘴唇都比较饱满丰厚 这种人的个性忠厚 诚实 可靠 讲信用 比较容易吃亏上当 感情方面热情似火 既感性又多情 容易因为啊 自己的心软的 失去了原则 表达力不好 也不善言辞 这是嘴唇比较厚的人的一种 通用的特点啊 那么还有就是这个 这个上下嘴唇呢 都比较 比较薄啊 比较长而尖啊 两唇呢 都比较薄 这种呢 是没有责任感 不实在啊 少人情味 喜欢搬弄是非 淋压力吃 通常呢 有不够厚道的 这种感觉 但做事比较爽快 能言善辩 喜欢独来独往 这是一个 刚好跟这个 双唇后的人的性格 偏相反一点 那么还有就是这个 上唇后下唇薄 上唇比例 不大于下唇的二分之一 就是说啊 这种人的个性啊 比较激烈 占有欲强 不切实弃 懂得关怀别人 懂得主动关怀别人 热心公益 这个防疫性啊 有余 但是攻击性太弱 事情呢 都是容易委曲求全 反而会变得没有原则 这是一个 那么还有就相反 这个上嘴唇比较薄 下嘴唇比较厚 能言善道 但是也容易感情用事 心底呢 深处呢 是渴望被宠爱的 是一个这种 会自己找乐子的 这是一个 好了 有关这个嘴唇的 就简单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啊 如果是困惑 可以看一下片头 并不过的关注我 事情我们下期再见